稍微做個整理 比如說像如何製作 比如說最愛景點的那個Google 地圖的App 那邊這邊的話我就把之前的那個 一些圖啊 把它做一個整理把它放上去 一般就一個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其實還蠻清楚的 照這個步驟做完之後就可以做出一個我們的App 那這邊底下我還有把一些 影片放上來 其實step by step之後 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一個App 那所以我就把它整理我發現 前面東西如果你懂得應用的話 還蠻可以做出蠻多東西出來的 變化其實還蠻多的 像還有另外什麼 如何將什麼書籍介紹網站轉換成 這個是靜態的 那另外我還有po一個那個 動態的 當然如果說你有些遺漏的話 稍微看一下 改一下的話 其實這個範例裡面 就蠻多可以做修改的 其實我會覺得說這個 應用面其實還蠻廣的 那我有看過之前同學 放上來的作品 其實有些同學都已經做得還蠻好的 你不需要學太多了 最重要是要應用 還有就是說你的那個素材部分 你的工作上面沒有素材 或你生活上面沒有素材 像之前同學做那個 肥皂的那個 製作肥皂那個 我覺得還蠻好的 我都還蠻想要 自己去買材料回來做肥皂 因為現在化學飲料太多了 你洗澡的時候很多都 莫名其妙得了皮膚癌 都不知道為什麼 好為什麼 我看過那個 有很多添加劑是不能添加 可是卻添加了 好像什麼 反正 而且很多知名的 品牌裡面 都加了很多 不應該加的東西 後來我有看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談話性節目的 五期健康同學會 裡面那個就找一些 專家 就是那些化學 好像叫 叫什麼忘記了 反正就是幾個專家 然後就在那邊討論 他越講 哇原來生活 你身邊太多致癌因子 所以現在得癌症的 這麼多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對不對 那個癌症已經 成為那個什麼 好像是排第幾 排第1還第2了嗎 對 好像 說什麼一個數字 每10個人就一個是得癌症故事 那很可怕 四個就一個 那太可怕了吧 等於我們這邊就有好幾個得癌症 看一下看一下 而且這個好像是越來只會越多不會越 是